嗨,大家好,我是素年锦时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金粉世家》 喜欢今天的节目,别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听语少年,听语歌楼上 红竹昏罗障 去年听语楼阁上 江阔云底,断雁较西风 而今听语屋檐下 秋叶已凋零 悲欢离合,总无情 依人何处,总在寒冷清秋 这首词出自民国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的《金粉世家》 2003年由陈坤董洁主演的原著改编电视剧《金粉世家》一经上映 便引起轰动 一时万人空笑 无数人为其中 金燕熙冷清秋的爱情悲剧《扼婉叹息》 一个是风度翩翩豪门贵公子 一个是清新脱俗平民利财女 两个人因爱情的欲望相遇 却又与物质的困境分离 短暂的婚姻在冷清秋脑海中仿佛南科一梦 也让她认清自己,面对现实 最终完成人格独立的蜕变 加入豪门的冷清秋 能给予现代女性怎样的启示呢? 我们不妨跟随张恨水细腻的笔触 走进梦幻般的《金粉世家》 却说民国时期的北京颐和园 北地春池,鱼羊晚夜 总理家的七公子金燕熙坐逆了汽车 转而扬边花间流下 快活地欣赏马丝芳草的景况 恍惚间,燕熙闻到蓝色之香 偶然一回头,瞅见了肃静可人的冷清秋 出身豪门的金燕熙 看惯了以红以脆的汁粉 一下子就被那双冰清玉洁的眼睛所吸引 却奈何不便多看,拍马离去 虽说是一见钟情的邂逅 但一个在马上,一个在马下 暗示了两人的不平等 玩世不恭,与人大如菊 也终将分道扬镳 可彼时的金燕熙自然想不了太多 她早已厌倦了富家女友白秀珠的大小姐脾气 也目睹了兄长在婚后被嫂嫂地管控 金燕熙在心里盘算着 若说交女朋友,自然是交际场中 新式的女子好 但是要结为百年的伴侣 主持家事,又是朴实接得好 若是我把那个女孩子娶了回来 我想她的爱情一定是唇衣的 也不会干涉我的行动 那种自然美,也比脂粉好多了 金燕熙于是打发夏人 去打听冷清秋的姓名与住处 转头,却又去与交际场中的女子玩闹 夏人有了回复后 金燕熙挪了家里的款子 用计租下冷家旁边的宅子 装饰得富丽堂皇 每期名曰举办施舍 她又假装无意地打通两家的围墙 借此结识冷家 金燕熙很快与贪财虚荣的冷家舅舅交好 明里按理给冷家送礼 嘘寒问暖 在夏人的提示下 金燕熙走起了体贴路线 她观察到冷清秋缺少上台面的衣服和鞋子后 立刻送去了布料和鞋票 一次又一次地出游 吃饭 看电影 冷清秋很快沦陷于金燕熙的温柔公事 在西山戴上了金燕熙的求婚戒指 冷清秋嘴上虽然说 奇大飞偶 不敢高攀 其实在物质中迷失了 所以望着贵重的珍珠项链 才会失神 冷清秋没有想明白 自己饱读诗书 需要的是谈诗说文 风雨同舟的灵魂伴侣 而不是只会玩乐的富家公子 虽说金家是豪门世家 但二人的结合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金家上下都受到了西方开放平等的婚姻观影响 金家姐妹在见到冷清秋后 很是欣赏 四姐道之在金父金母面前 极力游说 很快金冷二人就凤子成婚了 英国作家简奥斯汀曾经说过 婚姻只考虑家境是荒谬的 不考虑家境是愚蠢的 虽然冷清秋自觉富有诗书 气自华 但他面对金家的富力显赫 还是露了窃 金家大张旗鼓地举办除夕晚宴 冷清秋第一次参加如此盛大的聚会 怕自己闹笑话 提前去现场观摩 冷清秋听着四姐道之 介绍金家位高权重的先辈 又看见琳琅满目的珍修古弯 压力油然而生 不仅如此 面对出身富家的嫂嫂们 冷清秋无疑是自卑懦弱的 大家族里总少不了勾心斗角 嫂嫂们因误会劫难冷清秋 金燕熙也不站在她这一边 冷清秋的清高不允许她解释 只是以泪洗面 就像婆婆金太太所说的 清秋什么都好 就是浴室一味消极退让 自卑的婚姻不仅让自己受伤 也令自家长辈担心紧张 不论是传统佳节 还是女儿生日 冷母自然是想念独女的 冷清秋碍于大家族的规矩 只好半夜避开府中的人 悄悄回娘家看望冷母 冷母却知道女儿的不义 提醒她赶紧回去 冷清秋不向嫂嫂们 有良好的家事做后盾 嫂嫂们对丈夫不满 还可向娘家求援 冷清秋对金燕熙的不求上进 不顾小家 无计可施 只能一味忍让 努力经营出一副 岁月静好的模样 这时的冷清秋 尚未意识到 自立对女性婚姻的重要性 把自己封闭起来 读书 作诗 聊以自慰 金燕熙一见钟情的 其实只是冷清秋的皮囊 心里算计着 性格温和的她 不会像嫂嫂们一样 管着丈夫 所以婚后 她继续着吃喝玩乐的生活 留连于无边的风月 而冷清秋 也拒绝和金燕熙沟通 也不和姐姐们商量对策 一味地放任她胡闹 终于 总理金泉在一次喝酒中 突发脑溢血中风 抢救无效后 嫁鹤西去 狠心地留下一家老小 金泉是金家的顶梁柱 金家上下全凭金泉的总理身份 才能安享富贵 她一走后 金家以往的繁华 纷纷做鸟寿散 金家像《红楼梦》里的贾家一样 迅速衰败 可金燕熙对危机浑然不觉 在扶桑期间 仍然与女戏子一起玩闹 大手大脚地给他们花钱 把分来的为数不多的家产 挥霍在外人身上 冷清秋在生完孩子后 见到金燕熙依然不顾小家后 总算觉醒了 我当时还只知奇大飞偶 怕人家瞧不起 其实自己失为金钱虚荣引诱了 让一个顽固子弟去施展他的手腕 已经是自己瞧不起自己了 念了上十年的书 新旧的知识都也有些 结果是卖了自己的身子 来受人家的奚落 我这些书读得有什么用处 我该死极了 金家乌漏偏逢连夜雨 一天夜里金宅着起大火 冷清秋趁乱抱起孩子逃了出去 冷清秋来到金燕熙一年前求婚的西山 打算投胡自尽 但念及孩子年幼无辜 遂放弃轻生的念头 冷清秋下定决心要独立生活 于是写了封诀别信寄到金家 把家人接走 然后靠给人提诗写对联为生 尽管生活的清贫 可冷清秋觉得有自我有尊严 冷清秋最终摆脱了物质欲望的陷阱 迎来了独立的新生活 对嫁入豪门的冷清秋来说 他用清高来掩饰平民出身的自卑 一段自卑的关系 无疑没有圆满的结局 因而张恨水在序中感叹他的命运 杰夫 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也 而破除自卑的方法 唯有自立 女人不是单靠漂亮就能找到好男人的 因为只喜欢漂亮姑娘的男人 再好也是有限 好男人往往更注重女人内心的力量 因为女人最迷人的地方是内心的独立 独立的姑娘才会有真正的光芒 你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事业 就没办法让人尊重你 所以啊 不依附与人的姑娘 才是真正精彩 和你共勉 好了 今天的文章我们就分享完了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在阅读里 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就是这样 祝你晚安 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